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此举损害相关国家间的军事互信和透明 不利于维护有关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对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也将产生消极影响 那么这个开放天空协议到底是何方神圣 以至于让毫无关联的非协议签署国中国都站出来喊话反对呢 1992年3月24号签署的开放天空条约 允许每个缔约国在提前72小时通知对方后 对他国全境进行飞武装侦察飞行 以收集有关军事力量和活动的数据 用于飞行任务的观察飞机必须配备传感器 使观察方能够识别重要的军事装备 如火炮 战斗机和装甲战车 虽然卫星可以提供同样的甚至更详细的信息 但并不是所有条约缔约国都有这种卫星侦察能力 该条约的目的还在于使缔约国之间互相飞跃侦察 建立缔约国之间的信任和彼此熟悉 这个条约早在1955年 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首次提出 并在1989年同样由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极力促成 目前 开放天空条约共有35个缔约国 包括美国以及俄罗斯 还有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等北约成员国 波罗的海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华沙条约国等 根据条约 每个缔约国每年都有义务接受一定数量的侦察 称为被侦察配额 每个缔约国也都有权对前来侦察的 任何其他缔约国进行同等数量的侦察 例如 俄罗斯在2002年8月首次进行侦察飞行 而美国则在2002年12月第一次正式侦察飞行 在2002年至2019年间 各缔约国侦察飞行已累计超过了1500次 那么既然此条约由美国极力促成 那今日的美国为何要退群呢 其实 美国早在今年5月22号 就正式向所有签约国递交退约决定通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 继续作为开放天空条约成员国 已不符合美国利益 除非俄罗斯方面能够重新履行这一条约 美国将在6个月后 即11月22号正式退出该条约 由此可见 美国退群全怪俄罗斯 那到底俄罗斯做错了什么呢 就美国国务院副主理国务卿托马斯·迪安诺表示 俄罗斯严重违反中岛条约 违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承诺 侵略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声称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规定的义务 有选择地执行维也纳协议 在欧安组织国家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 散布假消息等许多破坏稳定的各种活动 俄罗斯反驳美国方面的指责毫无根据 所以现在的形势是美俄各持己见 美国批评俄罗斯对欧洲安全和军备控制架构造成的损害 负有直接责任 俄罗斯则批评美国退群既不利于欧洲安全 也不利于美国自身及其盟友的安全 那么既然是西方国家的矛盾 中国为什么要跟着凑热闹这么关心呢 一句话解释即为 新时代的大国竞争 自然会包括现在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 回顾过去 美国从2002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 以及最近退出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后 在国际军控方面 与俄罗斯之间仍在有效期内的核限制武器条约 只剩下最后一个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而该条约将在明年2月到期 但美国一直坚持如果中国不加入 则美国无意将此条约延期 对此 中国一直批评美国炒作中国因素 是为了转移国际注意力 为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制造借口 由此可见 美国现如今势必要与中国进行捆绑限制 而美国事实上 核弹头的数量依旧是中国的20倍 那处于劣势的中国 自然要提前出手进行申辩 否则 届时当美国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 将原因直接推给中国 那时中国再站出来 可能就会非常被动了 当然 除了中国之外 美国这一系列的退群行为 也一直受到国际媒体关注 不过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中美两国 未来全方面关系上 特别是军事竞争 有批评美国肆意退群 破坏各国花费几十年来树立的稳定局势 也有批评中国利用这些条约 独善其身 在限制美俄及欧盟等国的同时 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